大家好,我是崔一生 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女性 谁也不想人老色衰 但是呢,人上了年纪以后 不光皱纹出来 老年斑也开始成为很多人的一件烦心事 很多人就发现自己最近两年 皮肤上出现了很多褐色的斑块 这种褐色的斑块我们俗称老年斑 老年斑在医学上叫做止益性矫化病 是一种常见的损容性皮肤病 通常呈现的是扁平或稍微隆起的褐色 或者深褐色斑点或斑块 一般发于面部和手部 而且不痛不痒 虽然对身体无害 但影响容貌 也提示着自己身体去向衰老 特别是有些朋友老年斑长得非常迅速 每两年皮肤上多出来好几块 这就无形地增加了人们的心理压力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烦恼 而在中医上来说 老年斑是由于年老气虚血育 不能上溶营养面部所形成的 所以在调理这个问题 以益气养血活血化育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方法 用山楂淡青经常外敷 往往可获得满意效果 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先用温水洗脸擦干 每次取生山楂适量 去核后捣碎 再加适量蛋青 调成糊状 薄薄的敷于面部 还有其他长斑的地方 保留一个小时后洗净 每天早晚各敷一次 敷上药壶后 可轻轻按摩面部 以助药力渗透 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抑制老年斑生长 为什么呢 在中医上来讲 山楂胃酸肝 入脾胃精和肝精 攻膳活血通脉 还可以扩张血管 清除局部淤质 蛋青中富含多种氨基酸 有滋润皮肤的作用 有助于消除皮肤色素斑 山楂与蛋青调和后敷面 既可调畅面部气血 又能润敷消斑 所以有老年斑的朋友 可以坚持敷上一个月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 可以留言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谢谢大家